新原性的族中实际上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大概占到整个族中的三分之一 而且它往往是比较重 新原性族中最常见的类型 防颤的就是心跳 我们正常心跳是规律的在跳动 防颤的就是不规律 不规律了以后引起了血流动力学的紊乱 尤其是在慢性的防颤的病人当中 会出现左方的扩大 血液紊乱 血液相对静止 就会形成血栓 那么形成血栓了以后就会造成栓塞 这是最常见的 大概占到新原性族中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第二大类就是心脏伴膜的疾病 这类疾病它过去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过去常说的 这种风湿性心脏病 或者是老年性伴膜性病 一间半狭窄 这些往往在伴膜上会形成一些坠生物 这些坠生物脱落以后就会形成 新原性的栓塞 这是第二类 那么还有一些是结构性的改变 就是我们心脏正常左右心防心室是分割的 但是我们发育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没有风格柱 出现了像房缺 屎缺 那么这些可能在没有风格的间隙当中 会出现血液的反流 血液的不正常流动 这些间隙当中也容易产生血栓 然后造成我们的这种栓塞 所以大概都是这三类 当然还有一些罕见的 所以新原性族中是我们一定要重视的 因为我们不能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你看着脑梗是在脑子上 但实际上我们要往下查 查查心脏 因为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心脏引起的这个原因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